大家好 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赵匡胤是如何当上皇帝的 在宋太祖中,一开始就讲到了一个大问题 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原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当兵的 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走上来 并且最终成为大宋的开国皇帝的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实际上这里面,赵匡胤确实是在兵营中出生 兵营中长大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他的幸运就是在五代的战乱之中 他跟对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郭威 由于他跟着郭威 他认识了郭威身边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是后洲的开国之军,柴蓉 柴蓉后来就成为了后洲的第一任国军 在柴蓉的欣赏和支持下 赵匡胤的地位迅速上升 由一个普通的士兵 最后一直做到了禁军的统帅 禁军是中央政府掌握的军队 无论是他的装备,或者是他的士兵 或者是他的战斗力,都是天下最好最强的 所以赵匡胤由于做了后洲的禁军首领 那么这时候柴蓉又非常意外的 在35岁的英年造势 给了赵匡胤的一个机会 所以赵匡胤在周世宗柴蓉的8岁的小儿子柴宗逊 当了皇帝的第二年,就发动了政变 夺得了后洲的政权,建立了大宋王朝 如您喜欢,请给一个订阅,给一个关注 阳堂主给您做一了 下集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